我們今天要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什麼是長勾機、短勾機 還有長勾、短勾的旗子頭 各位朋友大家好 因為之前有網友在下面留言 希望我介紹一下什麼是長勾、短勾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們平常在使用這個衝擊旗子機的時候 或者購買的時候 我們會有聽到長勾機跟短勾機 然後在購買旗子頭的時候 會有聽到人家說長勾旗子頭 或者短勾旗子頭 那又是怎麼一回事 還是要不免俗的呼籲一下 麻煩各位朋友動動手指幫我按個讚 那我們就開始囉 我這邊準備了兩隻旗子頭 那我們拉近來看一下 這邊這兩隻旗子頭 上面這一隻呢 這是一隻雙頭的旗子頭 所以這兩個頭 任何一邊插到機器裡面都可以 我們現在把右邊這邊都對齊之後 我們可以發現到 這個地方 這裡有個凹槽 這個凹槽就是給這個 起子機的頭卡住用的 我們這邊可以很明顯看到 這個凹槽到這個底部的距離 上面這一根的凹槽是在這個地方 它到這個底部的距離 是不一樣的 下面這一根起子頭 它的距離比較短 這種我們叫做短勾 上面這一根 它這個凹槽到這個底部的距離比較長 這個我們就在做長勾 既然起子頭有分短勾長勾 就表示我們這個起子機 頭部的設計 它也有分成長勾跟短勾的設計 簡單的來說 只有美規的機種 他們會採用短勾的設計 像日本台灣之類的 它都會採用長勾的設計 所以在型號上面也會有所不同 以我這一台是一台長勾的機器 那我們就拿這一支長勾的起子頭 來試一下給各位看 它這個插進去的話 它就是直接到底了 因為它這個勾的地方 它是有一段距離的 所以我們插進去之後 會有一段可以活動的空間 這個是正常的 這個起子頭沒有辦法 再更往裡面 也就是等於它這個凹槽的地方 剛好卡到它應該要卡的地方 我們再來換一下短勾的起子頭 像這一支短勾的起子頭 我們插進去的時候 這樣子插進去 也是一樣 它有一個活動空間 但是短勾的起子頭 你如果再用力把它往裡面插的時候 它會還有一段空間 可以往裡面塞 像現在我是剛好在這個卡住的位置 各位注意看前面這個六角的部分 雖然我現在已經把它插進去了 它六角的部分還有凸出來 那我現在再用力的把它往裡面推 有沒有看到它六角的地方 已經縮到裡面去了 我們再把它拔出來看一下 看現在拔出來了 六角的又出現了 但是它還是卡在這個 位置上面 是出不來的 也就是表示這種短勾的起子頭 插到這種長勾的機器 它後面還會有一段空間 因為它起子頭後面這一段 會比長勾的後面這一段來的短 這樣子就表示說這種長勾的起子機 它可以使用長勾的起子頭 也可以使用短勾的起子頭 但是各位要注意 如果你在購買的時候你是買的是美規的機種 也就是它這邊是短勾的設計 一般就沒有辦法使用這種長勾的起子 市面上大部分的起子頭 賣的都是這種短勾的 如果各位要買像這種長勾的起子頭 一定要特別註明說你要的是長勾 還有像我手上的這一種 雙頭的起子頭 一般都是長勾的設計 像這一種長勾的機器 也比較建議各位 直接使用長勾的起子頭 我們最後快速總結一下 機器有分成長勾的機器 也有短勾機 起子頭也有分長勾的起子頭 跟短勾的起子頭 台灣跟日本都是長勾的機器 基本上來說 只有美國機種是短勾機 長勾機可以使用長勾的起子頭 也可以使用短勾的起子頭 但是短勾機沒有辦法使用長勾起子頭 只能使用短勾起子頭 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個讚 然後分享我的影片喔 我們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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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